上飛機之前 他就給中國乒乓球隊 有一個貴賓通道 然後給每個人發一個 在飛機上免費WiFi 可以上網 同時我們上了飛機之後 他不斷地在飛機上去廣播 這架飛機乘坐的 有中國乒乓球隊 讓人驕傲的偉大團隊球隊 也在這架飛機上 他們要飛往美國 參加休斯頓時評賽來去宣傳 通過這些我覺得還是讓我很感動 好像原來的時候 在乘坐別的國家的航空公司的時候 未必有這樣的 特別是中美關係現在的這個情況 這樣我覺得也 其實就這樣的點點滴滴吧 就能夠讓我們覺得很溫暖 很受尊重 有些人是可以做的 然後可以讓我們努力 讓我們去那邊 去到達大廣播 既然會不會太多 有些人是可以做的 有些人是不公開 會不會太多 說真的 我們開始難用了